品茶师先利用嗅觉判别茶叶的清熟度 今年冬茶实际参赛既有4833件 是世界最大厂次的茶叶竞技场 农会由品茶班33位班员展开出品 推广部主任陈芳炫表示 这次参加的件数共有4833件 从12月2号起将陆续持续评查到12月15号 并将于12月15号下午3点左右公布得奖名单 今年的展示会将在12月30号举办 陆古香农会112年的冬季展示会 评审我们从12月2号开始 将会持续到12月15号 预计在15号的下午3点左右 会来公布所有的成绩 到时候就能够确定我们特等奖到底是花落谁家 我们这一次的评审还是一样 由我们陆古香农会所培训出来的 评审班里面去甄选出来的33位 一时自选的这些评察师 他们都会秉持着最专业最公正 最优秀的一种态度来去做这个评审 我们这一次的评审团 他年纪都是比较年轻化 大概最主要都落在30到40岁左右 那这段时间是刚好年轻而且最气盛 而且感官功能是最好的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因为世代交替的关系 所以我们还是会循序见郡的去招募一些新的 新学来增加我们这个评审的阵容 评察班班长刘锡昭说 评察班共有82位班员 经过考试后录取33位评察师 在评察的过程中 首先就是要先闻香 经过8分钟之后才开始喝茶汤 过程中对于茶叶等级分为A B C D 作为录取与淘汰的标准 我们就是我们班总共有82个班员 然后经过考试之后 我们取33位的品察师 然后在喝的过程当中 我们首先就是第一趟就是先闻香 然后闻完香之后 经过8分钟之后才喝它的水 然后喝它的水就会有A B C D的等级的区分 然后等级的区分区分完之后 我们在同一个等级再重复的 就是反复的经过三位品察师 然后经过他们的确认之后 再给他一个最终的定位这样子 这次的东茶出评将维持6天 经过第一阶段的泰选之后 进入复审阶段 融会方面为了维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将聘请茶该厂的专家 加入评审的行列 最后茶赛的成绩也将在这个月的15号正式公布 对于所有喜爱乌龙场的人士 要把握构茶的良机 记者陈寅志 入股箱采访报道